大家好 我是慧萍 我是芷姨 今天來到南投草屯最大的恐龍展 沒錯 疫情期間呢 不知道元宵姐可以去哪裡嗎 來到中部居然有這麼擬真的恐龍環境 真是非常的特別 而且你看我們美女手上拿的這個 超漂亮的小恐龍花燈 在現場就可以領取到唷 裡面到底有什麼好玩的呢 要不要一起走走 那我們就帶大家一起來逛一下吧 Let's go 一起走吧 元宵節是台灣重大節日 往年到處都會舉辦燈會活動 今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台灣燈會也因此取消停辦 為了給民眾元宵小過年的節日氣氛 南投縣草屯鎮寶島時代村後方 第二停車場的戶外恐龍展 特別在元宵節晚上 推出佛心的免費入園活動 邀請美麗大方的台灣小姐 李子儀跟王惠平到現場 贈送150個恐龍造型燈籠 並且教大家DIY可愛的小提燈 讓大小朋友都能開心暢遊 歡慶元宵 就是太簡單一個紙燈籠 我們讓民眾方便好拿 然後小攜帶可愛這樣子 會希望說大朋友帶小朋友來的時候 小朋友看到的話 他們拿回去也都會很開心 草屯恐龍展主辦單位表示 這場台灣史上最大型的恐龍展 有十多隻大型恐龍跟可愛的恐龍模型 戰期從這個月開始到4月29號為止 入園時間從每天上午9點到晚上7點 假日延長到晚上9點 原本就有門票優惠 這次元宵節特別開放免費入園 還贈送恐龍小花燈 給民眾一個小確幸 我們這次恐龍展 其實大多數的大型恐龍 我們都是從國外獲客進來的 那這次會有兩個比較重要的重點 第一個是我們在門口看到那邊 有個金牛龍 那是配合金蓮是金牛年 所以我們放一隻在門口 那另外一隻在裡面的是彩繪霸王龍 就是有一隻霸王龍 然後身材全部是彩繪各種圖案 這是第一次在台灣展出 那他也算是全球第一個彩繪的大型恐龍 草屯戶外恐龍展的園區中 還有小朋友的遊樂區、氣墊區、恐龍車 跟恐龍互動區 民眾可以提著燈籠跟各種恐龍合照 配合現場恐龍的吼叫音效 聲光效果令人驚嘆又震撼 有空不妨走一趟 跟栩栩如生的恐龍近距離互動 親子同樂一起探索侏羅紀世界 記者陳文旭、劉毅 李紫怡、王惠平、南投報導 我都要看明天阿姨 你今天可以走 可以走 可以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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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